咱都知道这个龙啊 气性最淫 咱刚才说一个 跟小伙子说 你看一刹头针就刹着这么远 就今天咱说了哪 是哪 如果兜里边要有火车票 有飞机票的话 你们就咔咔咔一撕 往兜里一搁 咱就说哪是哪 别着急走 好吧 对 别着急走 对 龙呢 和这个蟒生完的叫胶 龙和蛇生完叫什么 叫染 胶是什么样胶啊 胶没头发 有辣机胶 没头发 你们什么时候看那个画上 画那个那个一个龙 没头发 那个就叫做胶 就是胶龙 对 还有一种叫什么 龙跟蟒生完了叫胶 龙跟蛇生完了叫染 染什么呀 染跟蛇一样 没胡子 也没头发 头上有点小鸡脚 小肉鸡脚 不是脚 没有形成钙化 对 就看那动物世界里边演那个 就是南美那边 有那种动物 看着跟蛇差不多 但是头上有几个小肉脚 那个就叫做染 龙 跟狮子生完叫 叫索尼 你看这龙得谁和谁能生出来 龙跟 得谁和谁能生 龙跟 你看 跟那个 跟蟒蛇 跟蛇 它跟合棒 合棒 合棒相当于就是扇贝 和扇贝生完叫什么的 叫焦图 叫焦图 一会儿我告诉你讲啥样 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还和什么 比如说和 和那个 那个 鱷鱼生完了 还能和鱷鱼生完叫什么 叫猪婆龙 像鱷鱼 但不是 但不是鱷鱼 猪婆龙 对 说龙生 九子 各有不同 这个版本啊 很多 今天我在这给大家 给他 汇总 汇总 就是说那个龙生 九子到底是什么 我呀 知道这个版本 那绝对是咱们中华传统文化里边的版本 就是龙生 九子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小故事 什么故事啊